在爱中深心 人愿与佛皆平衡 我在此心无缘求 智慧的愿思念处 处处当年不回笑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喵应动作是 人人与佛皆平等 佛在自心不远求 智慧根源四念处 处处当年福会修 我们请宜云师姐来为我们示范 人人与佛皆平等 我们左手先打人 右手打佛 其实都是平等的 所以我们把它拉在一起 佛在自心不远求 我们先打佛两次 好 自心不远求 从心这里右脚出 同时右手往上 慢慢地再收回来 因为佛本来就在我们的自心 好 智慧根源四念处 我们右手先打智慧 根源我们打经典 然后四念处 我们打四慢慢地拉出来 处处当年福会修 我们这边做实时的动作 好 手做脚福会修的时候是 左脚出 左手也同时 左右 左福会修 今天谈的三十七道品中的 这样的慧根慧立 它说的就是一份 因为色心安定而产生的智慧 也就是重定生慧 那就是因为观察 了解 四念处而产生的一个智慧的品质 是啊 例如深入思考 观生不尽 就不会对自身太过执着 反而一直想要保护自己而伤害别人 而且也会更有平等对待一切的爱心 是的 其实这也就代表 我们自身就有自信的宝藏 如同上人教导 智慧要从自身来体会 不是从外在的佛来求取 因为我们与佛本来就有一样清静的本性 要从内心求佛 观察自身不尽 诸多的苦受 心境如何变化 万法空性无我 而产生的就会是一个不执着的智慧 那如同小鸡自己破壳成长 智慧也是这样从内而生 终究能够破除无名 你 任人愿与佛皆疲劳 我再自心无愿求 只会改愿思念处 处处当年不回想